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耶稣是世人的答案 我们一起来说 来 1 2 3 耶稣是世人的答案 阿们 是的 耶稣的的确确就是世人的答案 几天前我在新闻上看到 一则发生在国外的新闻 我看的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个新闻报道的就是在孟加拉 有一个34岁的母亲 她为了拯救女儿所做出的洗神 这个图片就是他们的全家的照片 记者大概拍着 也是要保护他们的身份 事情是这样的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妈妈的大女儿16岁 她有4个孩子 大女儿16岁 然后就有他们家庭认识的一个熟人 就说我给你介绍工作 然后就要介绍工作给这个16岁的大女儿 然后这个大女儿就信以为真 就接受了这份所谓的工作 然后这个家庭这个熟人呢 就带着她呢 然后就出发 要去那个工作的地方 然后出发之后呢 越走越远 后来才发现到 原来是要把她带到边界去 那这时候这个女孩呢 发现不对了 就慌张了 可是呢 就被这个其实是人肉贩子呢 把她给抓住 不能够逃跑 然后把她带到边界 并且呢 把她送到一艘船上 然后那艘船呢 就是要从孟加纳去到印度去 那这时候这女孩哭泣 可是呢 落入了人肉贩子的魔掌呢 就无能为力 可是呢 在船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人 然后他向其中一个人 求说让他借他手机打电话 结果那个人竟然借给了他 他赶紧打电话给他母亲说 说救我 我被卖到印度去 然后呢 那人肉贩子就来抢手机嘛 然后他在手机被抢走之前呢 来自于把那人肉贩子的名字呢 给喊了出来 然后这手机就被抢走了 然后就被带到印度去 很不幸的就被送入了 被卖到妓院里面去 然后他的妈妈在孟加纳 当然就立刻去报警 然后警方呢 他就答应立刻立刻 为他来搜寻 为他来拯救他的女儿 可是40天过去了 40天过去呢 一点消息 一点下文都没有 然后这做妈妈的 她说我不能够这样看着我的女儿 我不能在这边等待 结果你知道吗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去寻找 结果他联系上了那个人肉贩子 然后呢他也不说 他就是什么女孩的母亲的 他就说我要找一份工作 然后那个人肉贩子说 在印度有一份工作你要不要 结果他妈妈就说好 我愿意去 然后他心知肚明 这个同样就是同样的下场 可是呢他为了拯救女儿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牺牲 于是呢 三天之后 他同样也去到了印度 他去到了印度的心得里 去到那边呢 他找不到 在寄院里面 找不到他女儿 后来他才发现到 原来那些被卖的那些女孩 不是每一个都送去同样的地方 他心里面很焦急 但是呢 却无能为力 那在接下几个月里面 他不幸的被卖 就是在这个盈库里面 但是呢他同时呢 也是千方百计的 千方百计的设法 要寻找他的女儿 一直到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他接到他丈夫的一通电话 原来呢 他的女儿是被卖到印度的 另外一个地区 离心得里 大概有差不多一千公里 那么的遥远 可是呢 就是他女儿呢 就是在接客的时候 然后就是向那个客人呢 要手机呢 然后就打电话回家 然后把他的地点 给说了出来 于是他的父亲就打电话呢 打电话过去给他的妻子呢 告诉他他女儿在什么地方 连夜这个做妈妈的呢 就逃走 逃走呢 就终于他去到那个地方 终于他就找到了他的女儿 就把他女儿给救了出来 然后在六月二十二号那一天呢 母女俩就要从印度那边呢 回过关卡 要回到孟加拉去 可是因为他们是被人肉贩子带过去的 所以就没有入境的证明 也没有那个证件等等 可是呢 印度的那个关卡人听了他们故事之后 就把他们交给了孟加拉那一边的警方 而警方听了之后呢 一调查就发现他的真实 结果呢 他们立马动员起来 就是真的就抓到了那三个主谋人 然后粉碎了一个人肉贩子集团 但是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集团 实际上呢 根据那个联合国的那个数目之呢 每一天 每个月 每一年 从在世界各地这种人肉贩子的事情呢 乃是那些犯罪分子 就是第二大最赚钱的这个事情了 然后在从孟加拉很多都是被卖到印度去了 绝大部分呢 都找不回来 但是这一对母女呢 就所谓的 很幸运的 能够逃出这个魔掌呢 能够回到孟加拉 那几个人肉贩子也被抓住了 但是 他们仍旧是会有担忧 会不会遭到报复啊 等等 所以呢 这面目呢 就就没有显露 就自己的记者就没有拍下来 等等 但是 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感动 对不对 我们看见一个无私的妈妈的爱 哦真的 妈妈为了解救自己的女儿 哦所做出的牺牲 哦是的 哦然后远就跨越 跨越 哦那遥远的距离 哦跨越海洋跨越距离 去到印度去 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女儿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图像 什么图像呢 就是我们天父上帝的爱 阿们 是的 我们的天父上帝 他爱世人 世人都是他的儿女啊 但是世人 哦都是如同浪子 浪女一般的 哦因为罪恶的诱惑 哦离开了天父上帝 结果被魔鬼撒旦 拐卖到世界里头 沉沦堕落 而天父上帝 并没有眼睁睁的 看作世人的沉沦 天父上帝 哦要来拯救世人 所以在约翰福音 第三章第十六节 哦每个基督徒 好像我们都很熟悉 很熟悉的一个境界 但是再一次的 让我们来看见 天父的爱吧 我们一起来读这经文吧 来一二三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感谢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爱子 两千年前来到地上 为要拯救世人 为要成为世人的答案 两千年过去了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再一次的 哦来宣告 两千年过去了 可是耶稣基督 他仍就是 世人的答案 有没有人说阿们 是的 耶稣仍就是 世人的答案 哈利路亚 哦他来到地上 来拯救世人 成为世人的答案 而当我们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说耶稣是世人的答案 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 世人有一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缺乏 很大的需要 而这问题 这缺乏 这需要 乃是世人 靠着自己 所不能够解决的 我们没有答案 哦我们没有盼望 我们不能够解决 唯有 耶稣基督 唯有 耶稣基督 才是 世人的答案 哈利路亚 唯有耶稣基督 才能够解答 世人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 我们就来看 这最主要的三个问题吧 哦是的 我们全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切的问题 其实归根究底 就来到这三件事情上 而这三件事情 感谢神 耶稣基督 就是世人的答案 就是我们的答案 哈利路亚 第一件事情 唯有 耶稣基督 能够解决 世人的罪恶问题 唯有 耶稣基督 能够解决 世人的罪恶问题 圣经在 罗马书 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 因为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 上帝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 所有的人 世界上所有的人 从古到今 是的 每一个人 包括你 包括我在内 我们每一个人 都犯了罪 我们都如同羊 走迷了路 离去了我们的大牧人 我们都如同那些国民背叛了他们的大君王 我们都如同那些做儿女的 且背弃了我们的父亲 我们都是犯罪的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那什么是罪呢 罪就是触犯了上帝的律法 罪就是触犯了上帝的律法 宇宙的大君王 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 他掌管着全宇宙 他在这宇宙间有定下他的律法 什么律法 道德的律法 普世的律法 苏灵的律法 上帝有他的律法 可是世人非但不遵从 反而是叛逆 反而是来抵触了这些律法 什么律法呢 比如说上帝说你不可崇拜偶像 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其能被归宿 被那些泥雕木偶呢 来呈现呢 上帝说你不可崇拜偶像 世人却制造偶像 崇拜偶像 而且不仅仅是泥雕木偶 也有我们心里头的偶像 上帝说你不可说谎 可是我们却常常的说谎 我们可以称之为借口 我们可以称之为那些善意的谎言 我们可以称之为很多很多的名堂 但是呢重点就是上帝说你不可说谎 我们却没有遵守 我们却没有诚实 上帝说你不可杀人 我们说我没有真的杀人 但是呢发自心里面的种种的震恨 愤怒哭毒 我们在园里上伤害了人 我们在园里上杀了多少的人呢 再加上心里头那种种的 种种的这些杀人的念头呢 上帝说你不可贪婪 你不要去妒忌别人 你不要去贪恋别人的事物 可是呢 这恐怕是最常见的一个罪恶了呢 我们心里头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妒忌 充满着同种的贪恋 我们去贪恋别人的事物 然后我们不只是贪 我们甚至呢 可能就做出了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情 我们去偷 我们去抢 而国与国之间 发动战争 实际上也仍就是因为一个贪子 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方面 世人都犯了罪 都触犯了上帝的律法 所以你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世界 到处都有罪恶 新闻上到处报道的 都有罪恶的事情 可是罪恶不只是在我们的四周围 罪恶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的 罪恶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有着犯罪的老我 因此呢 我们改变不了自己 我们不想做的 我们偏偏去做 我们想停止做的 我们改不了 然后我们想要行的善事 我们想要做的好事 我们反而做不出来 我们都是罪人 因此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想想我们所犯的罪 思想上 原理上 行为上 我们所犯的罪 到底有多少呢 数也数不清呢 我们都犯了罪 我们都是罪人 那有的人说 好 我是罪人 可是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有的人说 我自己犯罪是我的事情 谁管得着 但真的是谁管得着吗 弟兄姊妹 犯罪不是个人的事情 因为犯罪有可怕的后果 犯罪带来伤害 犯罪带来破坏 犯罪带来死亡呢 犯罪不是伤害你自己罢了 犯罪绝对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 除非你是自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只要有人 只要有人群 我们所犯的罪 就算是我们自己心里头所犯的 可是呢 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 我们绝对会影响其他的人 因此人际之间的关系 关系紧张 家庭破裂 甚至生命的思上 这一切都是罪的根源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弟兄姊妹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问题 在这世界上所有的每一个问题 都可以根源追溯到罪的问题 是的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问题 在这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每一件每一次都可以追溯 都可以根源到罪的问题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罪的问题能够解决吗 靠做人 靠做我们自己 我们解决不了 因为我们罪的虐根性 我们可以尝试很多的方法 可是我们解决得了吗 解决不了 我们救不了自己 我们改变不了自己 唯一的答案 就是我们需要救主上帝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祂才是世人罪恶的问题的答案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 除祂以外 这个祂就是我们的救主上帝 耶稣基督 除祂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赤下别的名字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除祂以外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没有别的名字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今天感谢主 耶稣已经来了 耶稣的名字 已经赤下给我们 今天我们信靠祂 我们投靠祂 我们就得着拯救 什么拯救 从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 是的 而我们的罪恶 可以得着饶恕 赦免 吸尽 我们的生命 可以得着改变罪恶的问题 唯有耶稣基督 能够为我们来解决 那我们已经投靠耶稣了的 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感恩 再一次的感谢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助 哈利路亚 耶稣是世人的答案 他是世人罪恶的问题的答案 第二件事情 耶稣基督也是 唯一能够解决 世人的苦难问题的答案 哈利路亚 是的 世人都有苦难 人世间有没有苦难 当然有 是的 每一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被提醒了 在我们自己身上 许许多多的 这些可能是身体的疼痛 还有这人世间 有多少的这些苦难 是的 生命充满着苦难 可以是身体上的苦难 身体上的苦难 可能是因为疾病 就像现今全世界大流行 这疫情的时候 我们亲眼看见 亲身经历 这疾病所带来的苦难 每一天确诊的人数 每一天死亡的人数 那记住了 这些不是树木枝罢了 这些是活生生的人 有血有肉的人 就像你 就像我 有些可能 是你我所认识的 大部分时候是 我们所不认识的 但这些都是真实的生命 这就是疾病 所带来的苦难 而且身体上的苦难 也可能是因为 我们年岁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是一个现实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身体越来越衰落 动不动就这里痛 那里痛 这都是我们大家的切身之痛 是不是 身体上的苦难 很真实 是的 疾病 连老力衰死亡 然后还有这些 精神上的苦难 有没有呢 当然有 好多的人 因为忧愁 因为惧怕 在心灵里头 有多大的痛苦呢 有的 有忧意 有的 有绝望 有的 心里头有种种种种的 可怕的重担 那些都是精神上的苦难 特别是这过去一年多以来 因为疫情的缘故 你可知道 在全世界各地 同样的现象 就以本地来说 精神病院 真的是不堪负荷了 因为那些求诊的人数 大大的增加了 那是真实的 那些精神病科的 那些医生 那些护士们 他们的压力 他们压力 被加倍的增加 所以不只是因为疫情 因为要处理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而已 其他连带着而来的 精神病啊等等 全部都增加了 还有 在财务上 财务上的苦难 有的人失业 有些人没有工作 有些人不够 不够钱 甚至要挨饿 然后你说新加坡这个社会 已经算是很富裕的社会 可是你知道吗 实实在在的 人就是有很贫穷 很贫穷的人 人就是有流浪 睡在街头的人 有的人不相信 那当然是真实的 真的是有人是睡在街头的 我们一般上都看不见 因为你没有半夜到处去走 不过 这财务上的苦难 是有的 那而且 我们说的不只是我们自己 本地罢了 想想柬埔寨 想想好多落后的国家 财务上的苦难 关系上的苦难 能与人之间 关系的破裂 而关系的紧张 特别是家庭里头 刚刚新闻报道 就是新闻病毒发生以来 本地家庭的暴力增加了20%多 也就是说 就是家庭暴力的发生的那些个案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 有的因为必须要在家里面办公 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跟家人在一起当然是好事 但是当家庭已经原本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当他们处在一起的时候 哇很多的冲突 很多的纷争 然后是有暴力倾向的 结果呢 发生了更多 关系上的苦难 环境上的苦难 当然 我们看见 哦 这四周围环境上的这些破坏 天灾人祸呢 是不是 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常常听到 盐水的事情 洪水泛滥的事情 哦 在各国 许多的地区 还有在国际上 很多的战争 哦 很多的 这些政治上的冲突 这世界 充满着什么 充满着苦难呢 这世界 到底是怎么了呢 这世界 这地球 是不是 生病了 有的人这么说 有的人说 这地球 这世界 生病了 而造成地球 生病的病毒是谁 是什么 就是人类 哇 这句话 听起来很夸张 对不对 哦 人类就是造成地球 生病的这个病菌 很夸张 但是想想 却有一定的真实性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这地球上 这世界里头 绝大部分的这些问题 都是根源到 人心的罪恶 都是人的罪 所带出来的苦难呢 人真的是把苦难 加住在自己 加住在彼此 也加住在这整个世界里头呢 这世界充满苦难 那答案在哪里呢 哦 这世人的苦难 的答案在哪里呢 弟兄姊妹 这答案是更多的教育吗 那教育是好事 教育能够根除 那些文盲啊 教育能够提升 人们求生的技能啊 哦 教育能够使到 贫穷的国家 那些老百姓 更有机会 有个更好的生活 教育是好事 但是教育 不能够解决 世人苦难的问题呢 因为 教育 并不能够改变 人的心 就是 教育的差别就是 原本是没有教育的罪人 有了教育之后 就变成了很有文化的罪人 人就是罪人 人就是在这世界里头 许许多多的苦难呢 那 答案是在科技吗 答案是在宗教吗 哦 答案是在哲学吗 我告诉你 这些都不是答案 甚至宗教也不是答案 包括基督教在那里 你说 啊牧师 你不是基督教的吗 我要说的就是 如果你把基督信仰 看为只是一种宗教上 你只注重 他的一些 外在的这些 仪式 外在的这些条的话 那我告诉你 哦 你单单看这些的话 那这个基督信仰 也帮不了你 因为 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什么 真正的基督信仰 是在于 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是的 我们要认识他 我们要信靠他 我们要顺服他 我们要跟随他 是在于耶稣 哈利路亚 然后这整个基督信仰 哦 才有了力量 因为是有救主耶稣的缘故 而这位救主 不是摆在那边 我们有需要 才来找他 然后平时我们做自己的事情 那我们仍旧是行走在罪恶的道路上 这位救主 哦 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这位救主 哦 乃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 这位救主 乃是住在我们心里头 哦 与我们一路同行 鼓励我们的圣灵 是的 天父 圣子 圣灵 我们上为一体的上帝 乃是如此亲密的 哦 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工 那就是基督信仰的根基 乃是在于我们认识神 信靠神 跟随神 而不是只是 哦 我想要做一些事情 哦 我需要一些事情 然后其他时候 我活我自己的 不是路程 弟兄姊妹 耶稣 耶稣 来认识他 哦 来信靠他 他就是世人苦难的答案 哈利路亚 他就是世人苦难的答案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 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 他就是耶稣基督 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 木人一般 这里 耶稣看见人们的时候 他不是看见人的外在 外在可能光鲜亮丽 外在可能看起来 哦 什么都不缺 外在可能生活富裕 但是你头呢 你头心灵的空虚 心灵的缺乏 心灵的苦难呢 而且很多东西 真的是钱都买不到 钱买不到平安 钱买不到健康 有些疾病 有钱都治不好 是不是 有很多是钱不是答案的 而耶稣看着人的时候 这里经文说什么 他看见人 他就怜悯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木人一般 一头羊没有木人照顾 自己在旷野流浪的时候 羊没有生存的能力 没有智力的能力 在旷野的时候 风趋雨打 那些财狼野兽来的时候 这头羊呢 就被吃掉了 就要病死了 困苦流离了 而耶稣看见世人的时候 世人离弃上帝 被逆上帝 就是那一头羊 困苦流离 所以耶稣怜悯 怜悯世人 这里的怜悯 不是同情罢了 同情呢 我们看见很可怜很可怜 我们同情 但是同情一般上 就只是情绪上心灵上 同情 怜悯更进一步 怜悯是感同身受 怜悯呢 是真的发自内心 耶稣真的能够体会 真的能够明白 真的知道你的痛苦 而且他不只是感受你的痛苦罢了 他进一步的 他来背负你的痛苦 弟兄姐妹 想过没有 耶稣在十字架上 背负了你的痛苦 想一下 我的痛苦 耶稣为我来背负 那既然他要为你背负 那你自己干嘛 还要继续背负下去 耶稣怎么背负呢 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为我们舍生命流宝血 他被病士们鞭打 他上十字架 这一切不是过去成年旧事 而是实实在在的 因做他的病伤 我们得着医治 因做他的受苦 我们得着释放 我们得着拯救 弟兄姊妹们 因做耶稣的怜悯 因做他为我们承担这一切 今天我们投靠他的 我们不需要再承担 我们也承担不了 我们承担不了罪恶的刑罚 我们承担不了疾病的苦难 我们承担不了 这生活中 这人生中种种的苦难 可是我们可以信靠耶稣 那耶稣为我们背负重担 圣经在诗篇里面称上帝为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上帝 哈利路亚 既然他背负 让我们就来信靠他 交给他吧 不要再自己承担了 你承担不来 我承担不来 他只会压垮我们 可是来到耶稣面前 主啊 我卸下我的重担 我交给你 我交给你 我可以相信你 在生活中 有些事情 当有朋友愿意帮助你的时候 哇 这个朋友信得过 这个朋友有本领 然后你把事情交给他 你就说 哇 放心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朋友说得到 做得到 有本领 而且他真的是你的朋友 他真的为你来解决这个事情 你就卸下了重担 今天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说 把你的重担卸下 交给我吧 每一天在生活中 在生活中 你的每一个痛苦 你的每一个问题 你都可以来信靠耶稣 阿们 你都可以来信靠他 你都可以来求告他 他就是你的帮助 阿们 是的 他是你的帮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 我们说 耶稣就是我的帮助 来 一二三 耶稣就是我的帮助 阿们 那些线上的没有讲 来 我们线上的 现场的 我们一起再一次 我们来说 一二三 耶稣就是我的帮助 阿们 的的确确 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 他就是你的平安 他就是你的供应 他就是你的医治 他就是你的能力 他就是你的生命 他就是你的神迹 阿 哈利路亚 怎么得着呢 祷告 一个祷告 我们就得着他的垂听 一个祷告 我们就得着他的帮助 是的 上帝并不遥远 上帝就在我心里面 就在你心里面 哦 我们向他来祷告 我们向他来呼求吧 马可福音16章 马可福音第16章 告诉我们说 信的人必有什么 神迹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弟兄姊妹 今天你是信的人吗 是的话 哦 那就有神迹 跟随着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 我们也可以为彼此祷告 哈利路亚 是的 相信 祷告 必有神迹跟随着我们 把我们一切的重担 把我们一切的问题 把我们一切的需要 交在主的手中吧 他就是世人苦难的问题的答案 而且是唯一的答案 感谢神 我们来投靠他吧 两年前在美国发生一件事情 哦 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很有意思 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 有一天晚上 一个拖拉车的司机呢 他就开车的时候 经过一个地方 经过一所教堂 那教堂后面呢 就是一片树林 树林那边 里头还有小溪 小溪水等等 然后就是在半夜的时候 他开车的时候 经过的时候 忽然之间 他感觉上 在森林里头 好像有一些闪光 然后他开过去的时候 已经过了 有一里路之远 可是他心里面 也想也不对 他说那片树林里面 就是不应该有 有人迹 不应该有 而且在这个晚上 怎么会有 有这个灯光 闪烁 然后 他觉得不对 Visa决定掉头 结果他就掉头回去 回到那边 他就下车去 去查试 那片树林里面 到底怎么 结果呢 他发现原来 有一辆车 就是呢 就失控 然后就 冲进了那树林里面呢 然后当这个司机 发现的时候 这辆车呢 那车头呢 已经是 都已经进入 那个溪水了 就是卡在那边的 车里头是一个 77岁的老太太 77岁老太太呢 就是加特失控 然后就 冲进了树林里面 卡在那边 车门开不了 身上没有手机 然后 真的是叫天不灵 叫地不灵 然后在那边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就是按下那个 那个 那个 紧急的那灯 有没有 让那个车后灯 那边一闪 一闪烁 然后呢 就在车里头 他是个基督徒 他就开座福音诗歌 他就只能在那边祷告 在那边祷告 在那边赞美 说神啊 求你施行神迹来救我 然后 等了好几个小时 77岁的老人家 身体不好 卡在那边 然后 在那半夜的时候 谁会发现他呢 谁会发现他呢 结果呢 神 垂听祷告 神真的行神迹 哈利路亚 哦 这个司机发现了 然后 而且他是拖拉车 就把他的车子 而且他打电话 给他消防部队等等 然后 结果就把他的车呢 给拖出来 然后把这老太太送到医院 那后续发展就是 他去医院检查 没有什么答案 后来出院了 他很感谢 这位司机 很感谢 哦 那些前来帮助他的 这些所有人等等 然后 这里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位拖拉车的司机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Chris Merica 就是克里斯神迹 神迹就是他的名字 所以 标题说 拖车司机 神迹救出老妇人 指的呢 一方面 是上帝的神迹 一方面 也是他的名字 而且他的拖拉车的公司的 那个口号 有没有 他的公司都有 那口号贴在那边 口号是什么 这里 就是神迹发生的地方 这里 就是神迹发生的地方 的确 的确 有神迹 哈利路亚 因为有上帝 阿们 我们信靠他 我们呼求他 有神迹 有神迹 来解救 我们的苦难 有神迹 来供应 我们的缺乏 有神迹 来救 拯救我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 访问的时候 这位司机说 有的人以为这是巧合 幸运 但是 这位司机 也是信主 他说 我不认为 因为 在那种情况之下 如果是白天 他说 你可能根本看不见 那个闪光 而且呢 真的是在树林里头 那就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方 上帝拆派一位叫做神迹的司机 开着一辆拖拉车 经过 拯救了这位老妇人 感谢神 我们的上帝 仍旧是行神迹的上帝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耶稣 是世人 唯一的答案 世人有罪恶的问题 耶稣拯救世人 世人有苦难的问题 耶稣 有神迹 来解救世人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第三 唯有耶稣 能够解决 世人的死亡问题 是的 死亡问题 乃是世人 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有句话说 人生自古 谁无死 当然下一句是 留取 担心 照汉清 不过重点就是 说的就是 每一个人都会死 所以 人类的死亡率是多少 百分之百 是的 每一个从我们诞生下来开始 我们都已经在倒计时了 我听起来好像很消极 不过 我们说的是一个真实现象 我们人类的寿命真的是有限的 从我们诞生开始就倒计时 我们每一个都会死 我们每一个都面对死亡 而圣经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公价 乃是死亡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 乃是永生 死亡怎么来 原本上帝造人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夏娃 他们并不需要死亡的 死亡的进入人类的社会 乃是因为罪恶的缘故 是的 因为罪所带来的破坏 人类才面对死亡 这世界才面对了种种的环境上 社会上种种的问题 根源从罪而来 而如今 每个世人都面对死亡的结局 那有人说死就死了 但是事实上 每个人都很想活 每个人都很怕死 有一些不怕死的 那他不只是 不只是有这个问题 他还有其他的问题了 总而言之你自己想一想 意思就是 死亡是人类 每一个都面对的 而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因为罪的工价 什么叫做工价 工价就是你做工所得的 工价就是你赚取的 那这里说罪的工价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是为谁做工 你犯罪的时候你是为谁做工 你是为魔鬼做工 而魔鬼给你工价 魔鬼给你发薪水 是发什么薪水 他发的就是死亡 是的 罪的工价就是带来死亡 什么死 你说我还活着 可是 刚才我所提到的 身体上开始面对苦难 开始面对疾病 开始面对衰老 而心灵上 精神上 多少的 这些死亡在你头呢 还有当然 每一个人有一天都得面对死亡 而这死亡 身体上的死亡 可以是突如其来的 你意想不到的 死亡就临到了 但更可怕的是永恒的死亡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 当我们以罪人的身份 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信靠耶稣 我们的罪恶没有得到赦免 我们没有得到拯救 那当我们离开人世间 并不是一了百了 当我们离开这人世间 我们还要去一个永恒的归宿 这永恒的归宿 一个是上面天堂 一个是下面地狱 而我们以罪人的身份 离开人世间的话 那我们唯一的去处 就是永恒的死亡 就是永恒的在地狱里面 面对经历审判了 那是可怕的 所以死亡是可怕的 所以死亡是一个大问题 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 随意的 有些时候死了就死了 并不是 死了不是一了百了 死后人就还有审判了 而且圣经说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死亡是一个可怕的大问题 但是经文这里说什么 唯有上帝的恩赐 什么叫恩赐 恩赐就是礼物 什么叫礼物 礼物就是白白给的 如果不是白白给是有条件 是你要赚取的话 那就不叫礼物 那就叫公价 这里礼物 恩赐 白白给的礼物 是你不能够赚取的 是你不能够去 去做什么得着的 这完完全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怜悯 哈利路亚 因为上帝恩典 上帝的怜悯 你信靠耶稣 你就得着 你就得着 这里说上帝的恩赐 乃是什么 永生 哈利路亚 在耶稣基督里面 乃是永生 感谢主 耶稣给我们永生 永恒的生命 哈利路亚 所以在西伯来书 第二章第十四 十五节 告诉我们 西伯来书 第二章第十四节 儿女 既同有血肉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 成了血肉之体 这句话说的就是 耶稣两千年前 来到世上 诞生成为一个人 他要借这事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借着死 耶稣为我们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十五节说 并且要释放 那些一生 因为怕死 而成为奴仆的人 这里说什么 因为怕死 怕死 就成为奴仆 就成为罪恶的奴仆 就成为魔鬼的奴隶 所以耶稣为我们而死 叫一切信靠祂的 阿们 有没有信靠祂的 哈利路亚 叫我们因为信靠祂 就因此可以活 阿们 而且好消息就是 耶稣不只是为我们死了 祂从死里面复活了 因着祂的复活 我们可以永远的 与耶稣一同的活 哈利路亚 这就是永生 阿们 永生 所以永生不是等到将来上天堂 永生从你信靠耶稣的那一刻开始 永生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从那一刻开始 你就不用再惧怕死亡了 你最要得饶恕了 你重生了 你得救了 如果你离开人世间的话 你就立刻与耶稣同在 好的无比 美的无比 永生已经开始了 哈利路亚 所以信靠耶稣的 我们有永生 现在我们活的就是靠耶稣而活的生命 就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 因为我们已经战胜了死亡 靠着耶稣基督说次的永生 感谢主 但是这句话不是说叫我们就变成傻傻的 整天自寻死路 不是 这里说的就是 我们对生命对苦难对疾病 我们要一定的敬畏 我们不要傻傻的 该做的不做 然后说神啊 怎么你没有帮我 神说我吩咐你 要有安息要休息 你没有休息 你操劳死 那是谁的错 神说你要注意饮食 你也要好好的 该有的运动 这些你都是该注意的 可是你完全不管 暴饮暴食 然后你说啊 我生病了 这不是上帝的错 这里说的就是 当我们顺服神 然后我们面对这世界的苦难的时候 这世界的问题的时候 感谢神 有神为我们介入 有神来医治 有神来帮助 而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的上帝 阿们 永生从我们相信的时候就开始了 因此惧怕死亡的 成为罪恶 成为魔鬼的奴隶 可是耶稣拯救我们 把我们给释放出来 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 从惧怕里面释放出来 从魔鬼的魔掌里面 给释放出来 感谢主 我们已经得着自由 所以经文这里所说的就是 他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成为奴仆的人 他释放我们 今天已经得释放 今天已经得自由了 阿们 感谢主 我们是自由的人 是的 我们是自由的人 很多年前 有一个牧师 他在路上的时候 看见一个小男孩 带着一个 一个生鸟秀的铁笼子 铁笼子里头有好几只鸟 他就好奇地问这位小男孩 这些鸟哪来的 这男孩就说 哦 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 那个 那个 教外 我设下陷阱捕捉的 这些 这些鸟鸟 然后 那牧师就说 那你要把这些鸟拿来做什么 他说 哦 我就要拿来玩一玩 之后呢 可能就把它们喂给我家的那只猫 给它吃 哇 牧师听了就 心里面就有点难过 就说 这样吧 孩子 我给你两块钱 我把 你的鸟笼 跟你的鸟 全部买下来 行吗 那个男孩说 因为在那个时代 两块钱很大 然后这个男孩说 哎哟 这位先生 这个 这个 不值得两块钱 他说 这些鸟都不会唱歌的 哦 你买下来也没用 可是牧师说 没关系 我愿意买下来 那男孩说 那好吧 可是我跟你说 这不值两块钱 可是你自愿 然后就真的 两块钱 卖给了他 然后牧师 拿着鸟 提着鸟笼呢 回到教会的时候 就 就 就 打开鸟笼 把那些鸟 给释放出去 然后就 就 就赶快飞走了 然后礼拜天的时候 他带着那个空的鸟笼 来到讲台上 就用着做了一个比喻 哦 来分享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得到拯救 我们得到释放 哈利罗 我们不再是 魔鬼 哦 奴役底下的 这个 那些鸟 哦 我们已经得拯救 得释放 然后他说 那些鸟飞出去的时候 我似乎听见 他们在唱歌呢 那男孩说 这些鸟不会唱歌 因为 他们被关了 他们惧怕了 哪还唱得出歌 可是当他们 被释放的时候 飞出去的时候 我似乎听见 他们在唱 唱什么 我得自由 我得自由 我得自由了 今天弟兄姊妹 虽然生活有苦难 虽然生活有挑战 可是 在耶稣里面 我们已经得拯救 阿们 我们已经得释放 哈利路亚 我们已经得拯祂的神经 我们已经得拯祂的永生 让我们也来唱这首自由的歌 我得自由 我得自由 我得自由了 阿们 是的 耶稣就是 是世人的答案 是世人的答案 耶稣就是你的答案 耶稣就是我的答案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就让我们来信耶稣吧 阿们 然后去传耶稣 不只是我们来信 让我们也去传耶稣 让我们来接受耶稣吧 哦 接受祂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 成为我们的救主 让我们也去分享耶稣吧 跟谁分享 跟世界分享 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 跟我们的家人分享 跟我们的同事分享 告诉他们 耶稣就是世人的答案 让我们以这一节经文来总结吧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助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助耶稣 没有人可以得救 若不借助耶稣 没有人能够得到生命问题的解答 若不借助耶稣 没有人可以有永生 没有人可以上天堂 若不借助耶稣 没有人可以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就是我们的答案 让我们相信祂 也让我们成为祂的见证人吧 因此我们宣教 因此我们去传福音 因此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感谢主 好不好我们低头遍眼睛 我们来祷告吧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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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当我们低头遍眼睛在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 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那些在线上还是那些看着录像的 今天耶稣就是我们的答案 耶稣就是你的答案 今天就来信靠祂吧 如果你还不确定 如果你还不肯定 可是今天你听见了神话语的传讲 你知道你相信耶稣就是你的答案 你需要耶稣来饶恕你 来拯救你的灵魂 那么今天就来投靠祂吧 今天就来相信祂吧 不要再妥 不要再犹豫 今天现在就来相信祂 你说我怎么相信 我不懂得怎么来相信 那我告诉你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打从心里面 我们信靠祂 然后我们口里面 我们开口 我们呼求祂 我们做祷告 那你说你不会祷告 没关系 在这时刻 我要带领大家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 我说一句 你跟着我说一句 可是我要你发自内心 来承认 来相信 来求告 耶稣基督 作为你个人的救助 那那些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 感谢主我们是得救了 那当我们做着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一起来做着祷告 可是不是只是当做一个公式化 重复罢了 让我们发自内心 再一次的 再一次的 回到主的面前吧 再一次的 来承认祂 来求告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着祷告 特别是那些还未相信耶稣的 特别是那些还未认识耶稣的 现在一起来做着祷告 预备好了没有 预备好了就跟着我 一字一句的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的 我相信你 你是上帝的儿子 为我死在十家上 三天之后 从使你复活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个罪人 我打开心门 请你进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救主 饶恕我的罪恶 改变我的生命 从今天开始 我单单信靠你 我要顺服你 我要跟随你 你是我的上帝 我是你的百姓 我是你的信徒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简单的一个祷告 但是耶稣垂听 我们发自内心的呼求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 让我为你做个祝福 祷告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主啊 在这时刻 在这时刻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因为 你垂听祷告 你拯救我们的灵魂 饶恕我们的罪恶 改变我们的生命 因此 主啊 在这时刻 我们站在你面前说 主啊 你是我的救主 哈利路亚 我们跟随你 我们信靠你 你就是我的答案 哦 你就是世人的答案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谢谢主 在这时刻 我们也把自己 献上在你的面前 主啊 在这宣教周的时候 主耶稣 也求你 眺望我们的心 叫我们看见 世人的需要 叫我们明白 世人的缺乏 叫我们明白 唯有耶稣是世人的答案 因此主耶稣坚定我们的心志 坚定我们的手 叫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宣教吧 叫我们在祷告 在参与 在奉献上 没有弱于人后 让我们 哦 投入来支持 投入来猜传 投入来参与宣教的事工 因此在这时刻 主耶稣我祷告 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在现场的 在线上的 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让我们 在宣教的奉献上 也全身心的投入 让我们立定心志 不管是一次性的奉献 还是 我们所鼓励的 每个月 固定的来做奉献 主啊 叫我们 立定这个心志 献上 这个奉献的心意 谢谢主 谢谢主 奉主 耶稣基督之名 祷告 阿们 阿们